在本期这支影片开始之前 首先恭祝全天下所有的女神 女神节快乐 2025年3月8日凌晨 美国白宫首次召开加密峰会 特朗普在峰会上重复早前签署的 关于加密资产储备的行政令 并称财务部和商务部将探索新的途径 为储备积累更多比特币 前提不是让纳税人付出任何的代价 其命令联邦机构对美国政府 目前持有的加密资产进行盘点 并确定如何转移他们到财政部 被保存在一个新的美国加密资产储备中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加密阿法 很高兴跟大家再见了 现在是新加坡时间的2025年3月8日周六 晚间的22点10分 三哈拉这个项目的话 除了每天进行签导和跟进之外呢 这个项目已经有了一张NFT可以去Mint 增加我们相对应的TX 那么这是相关联的一个页面 我们可以给大家打开一下 它这里的三项任务全是假任务 就是直接点击对应的网页 然后不去做它 也可以自动核研成功 然后去进行到连接钱包和Mint 我们这一张NFT 那么说完这个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ARB官方发的ARB和UNISWAP 以及是这一个三方联名的纪念图 限时不限量 3月12日结束 各位观众也自行决定是否要参与 因为他这边的话 Mint需要花费自己的真金白银 不过非常非常便宜 可以忽略不计 很多现任观众老爷 刚入币圈没多久 在这里我为大家提供了入圈必备工具 使用下方链接即可轻松注册 币安 OKX BitchGate Gate.io 主流交易所 作为信任注册 不仅可以享受到各大交易所带来的信任福利 还可以使用我们的永续专属 手续费减免折扣 赶紧注册起来成为币圈的一员 另外在每一期视频当中 下方链接的话都会体现 你可以同时看到我们的更单链接 利用手上闲置的资金 为自己带来收益最大化 OK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空投资讯分享环节 首先是第一个项目 Nebra的Straight空投重要信息 那么它在这边下方提出了仔细阅读 下面的一些要求 购买NST代币不是强制性的 它只是一个关键的陈述 在未来的阶段提供着明显的优势 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的GM的数量 也会增加空投 以及是NFT的数量直接影响奖励的大小 然后并且说明了防止多张好好进行参与 女巫的攻击 那我们打开这个页面之后 它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页面 在这个方向上 我是推荐各位观众老爷的话 做一些社交类型的任务就可以了 它有一些 比如说hold 就是持有着一个NST 我们刚刚也说了 它这个规则的话 只是作为一个陈述 自行去参与 因为该项目的话 目前来说不是特别的热门了 然后极少数人知道 推特的话关注的也不是特别高 个人建议的话 在这个方向上 做一些有关于社交类型的任务就可以了 那么同时呢 它每天是可以进行开宝箱的 这边有两个宝箱 然后你的分数 比如说现在是209 那我们分数到达一定的 这个宝箱的阶段的话 是可以购买的 可以开出更多的 除了这些要花钱的 花钱的我们极力不推荐去购买 然后这边的社交类型的任务 是可以进行假操作的 比方说它这里是去转发一条 那我们不去做它 然后它这里会等待checking 然后马上就会核验成功 然后会给到我们100的分数 那有了这100分数 就可以去购买这个箱子 然后开出对应的一个积分了 其次的话是这个项目 Gammerboom 然后217.5K的关注度 同时在质点的推广当中 也有表明此次参与的话 应该是带有一些基地性质的 那我们打开对应的网页之后呢 点击一下右上角 Launch App 点开之后呢 我们会来到主任务板块 除了第一项任务的话 是需要花费Sorana的一个 不是测试代表 是真金白银 其他的一些项目的话 都是社交类型的任务 我们都可以去做 第一项的话是需要花钱的 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做 然后这里首先 先连接一下自己的钱包 我们这边的话 以OKX作为一个例子 然后确认一下连接 等待连接完成之后呢 第一项它是要花钱的 我点击一下之后呢 钱包会出现个扣费 虽然钱不多 但是每天进行签到的话 确实不是那么推荐了 然后这边的话 会有关注类型的一些任务 比方说我们点击一下 看一下这个方向上 是不是可以进行假操作 点开对应的网页 不去关注它 看一下它能否进行核验成功 这里的话是暂时挥掉了 但是它的积分没有给 我们尝试刷新一下 看一下它能不能给到 我们这个分数 这里当前有显示了 那说明接下来的 所有的社交类型的任务 你都可以根照 我刚刚那个方式去做 点击一下不去做它 直接也可以合眼成功的 那我们这边的话 就方便多了 也建议这边的话 可以多号进行参与 记得去银河登记一下 这一个测试网的白单资格 那贯推收购 错过这一个就等于错过了一切 虽然看起来有点 吹牛逼的样子 但是那抱着 做一做的态度 我们去尝试做一下 就是在这个方向上 相对应的链接的话 我们会放置在视频的简介处 不过在做这个项目之前 我还是想说的是 这个项目的话 仅仅融资200万 就有这么大的一个口气 属实是不太爽 200万的项目都已经这样了 在这支影片的最后 为大家整理一下 Botanics最终测试网教程 那么鉴于目前还没有KOL进行宣传 以及参与的人数过少的情况下 我们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案例 可以说是作为一个早期的参与者了 那么本期重点的话 是生态项目的交货 一共是目前六个了 那我们来到相对应的页面 它这里的话 其实为大家整理了相对应的部署 123456 但很多观众也不知道怎么去做 包括我自己的话 也不知道怎么去做 所以我为大家整理了这样一篇教程 然后方便大家如何进行操作 那你跟着我这个步骤来 也是可以的 在开启那个教程之前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去领取对应的测试代币 那这里点击一下测试代币的领取地址 点击好了之后 它引导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页面 我们需要在这个方向上 完成的第一个步骤是连接自己的DC 就是Discode 连接好了之后 在这边才会出现一个输入框 然后将我们的当前钱包的地址输入进去 然后进行到一个念贴 不过呢 目前出现的水龙头问题是 它已经枯起了 是没有办法去领取的 可能明天 略微早一点说 就比如说你可能早起 10点钟11点钟的时候 它应该是会有测试代币的 那么一次大概会领到0.001BTC 它这里其实有标注 那我先前的话 其实已经领了很多天了 大概领到了0.003 然后因为它一直都会出现问题 所以我们就只能领到这些 那我们继续跟着这个交声往下走 第一个步骤是需要去连接钱包 将BTC兑换成为其他稳定币 或者是WBTC 那这里我们点击一下对应的网页 在这个网页当中呢 在右上角连接一下自己的钱包 然后需要可能耐心等待一下 它这里的话暂时不会显示 就显现出来 需要耐心等待一下 等到它出现具体的数额之后呢 我们去兑换成为相对应的USDC 或者是WBTC 都是可以的 那这里它已经显示出来了 我们兑换成为0.0001的 然后去进行到一个兑换 然后这个时候呢 钱包会弹出一条付费的资讯啊 我们确认一下这一笔交易 还是那句话 在每一笔交易之前 都需要确认当前的网络是否正确 我们所使用的代币是否正确 然后这里等待它的交互 这里显示成功了 成功之后呢 我们继续进入到下一个步骤 在这个页面当中呢 也是先连接一下自己的钱包 那我们这边的话 连接授权一下 在我们的正上方去获得更多的一个WBTC 我们点击一下 很可能在这个方向上会有一些问题啊 因为它正在修复当中 那我们这边的话确认 如果没问题的话 就说明已经修复完成了 这里我们等待一下钱包的确认 然后显示成功 那就说明我们已经获得到了WBTC 然后相对应的去命迟一下PUSD 这一个 建议我们当前账户的话是有0.01的WBTC 我们选取到百分比 然后这边下方的话 它这边如果你也根据一样的选百分比的话 最少选到75% 因为它这边的数额要大于100以上 然后这边会出现相对应的一个标签啊 我们这边的话去进行到申请授权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还是一样的 再三确认一下 弹出来的网络是否是正确的 然后进行一下授权 那么点击之后呢 再次等待它的反应 这边的话就会显示成功 然后我们就可以完成这项任务了 那么这边的话还有个下方 Stake PUSD 呃 PUSD 对应的我们也可以选取到一定的百分比 然后去进行到Stake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 钱包在这弹出一条付费的资讯 很多观众也肯定很好奇 为什么我突然之间又OKX弹出来 又小狐狸弹出来 因为我两个钱包的地址都是一样的 所以它两个都会弹出来 如果你觉得比较麻烦的话 你可以相对应的打开你的拓展程序 把我们的小狐狸或者OKX关掉一个 我个人建议是可以这样操作的 那这里的话我们也伴随着Stake质押成功 也会有个OnStake 也是选取对应的百分比 不要把它全部都取出来 然后去进行OnStake 这里呢是我们再去进行Stake之后呢 可以去收集到的奖励 需要等待一天的时间 它才会有反应 就是有相对应的下一步奖励 那对应的我们这个就已经完美的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到第三个板块 很高兴地告诉大家 第三个板块的话 目前是遭遇到了网络问题 所以是没有办法进行操作的 我们可以直接转移到第四个步骤了 第四步骤呢是输入对应的 也不是啦 它就是质押BTC获取到ROV的BTC 我们对应的转移到这个网页 然后在我们的右上角连接自己的钱包 然后这边呢会有具体的一个数额 我们给到它0.0001 然后去进行到一个Stake 然后这里的话还是一样啊 再三确认一下当前网络 然后确认一下这一笔交易 目前的话在这个方向上 仅仅只可以做这个啊 其他的话什么都不能做 然后呢你也可以使用一下 我们的这一个邀请码 感谢你对加密阿法的支持 那我们说完这个之后呢 继续来到下一个步骤 这个步骤呢是 只要你连接钱包的话 就会获得200的BP啊 这一个 那你会发现我已经连接好钱包 连接钱包它会自动送的 送给我们之后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方向上完成什么呢 它是每发布一个帖子 就可以消耗10的这一个测试代表 每天可以进行参与一下啊 这里的话随意去填写 然后去进行到一个发送 随意所有具体的文章或者干嘛 然后直接就点击一下就好了 然后这边的话已经扣除了10嘛 对不对 大家也可以看到啊 那我们对应的再转移到下一个步骤 其实我觉得我今天感觉这个项目还是挺好玩的 说实在的 大家可以好好研究一下 第六个连接钱包之后呢 可以做多或做空啊 由于内部 不 它现在内部已经修复好了 我们点开对应的网页 在这个方向上 然后连接自己的钱包 这里的话会有个手用头的标识啊 我们需要先去领取一下BTC和对应的一个USDT 有了这两个代币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其实跟我们日常在应用的交易所的话是完全一样的 但正因为我们有了USDT 对USDT 我们就可以进行到自己的一个实验 做空或者做多或等等啊 去买或者去卖 相信不用我跟各位观众也讲了 自己的话就已经完全可以操作了 那这里的话会体现到我们具体的数额 如果没有的话进行一下刷新啊 我这里的话已经显示到领取了 所以我当前账户的话肯定是有对应的一个余额的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啊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过程当中还有些问题的话 评论区当中评论出来 我会一一为大家进行解答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到此为止 感谢您的观看